就這樣走了 我們卻依然愛著 彼此披著真情的余晦 像星空傾訴盡頭 同在屋簷下的愛 淹沒所有的無難 黑暗中綻放的笑容 可依然鮮花盛開 鮮花盛開 雲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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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幸福不是吗 让我们拥抱 妈妈 好了 这位是郑影师 你好 您就是当我们的爸爸吧 长得还真相呢 你们的事我略知一样 这段时间不能让孩子再受刺激 要更好地保护他 这对孩子的康复至关重要 靳一学 你说得对 我知道 我会注意的 但也不必担心 他的情况是可逆的 你们要调节好心态 积极配合 这件事就算敲个警钟 以后大人的事不要牵扯到孩子 知道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跟郑影师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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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还好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大龙走出困境 其他都不是问题 而且误会 三言两语也不好澄清 别趟我心里去啊 走吧 我说你整这事 你一会儿跟儿子怎么说呀 就说 李婉定下午自己送来的 他想清楚了 他想离开 我可告诉你 家伟早晚会知道是你让子萱写的 他 他会埋怨你一辈子 以后事也会再说 但是他怨我什么呀 我是他妈妈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好 要不要我这么拖着算什么 怎么回事啊 多长时间了现在都 妈 妈 什么多长时间啊 来 赶快吃饭吧 对了 妈 我刚刚给医院交了五千块钱 该怎么花就得了 你去去 妈 妈 怎么了 夏伟 我没事 你给你妈吃饭吧 你先吃 会不会 妈 妈 你怎么 怎么这么不高兴呢 是不是有事啊 妈 你就别装了 我一看你那张脸 我就知道一定有事 说呀 要不说的话 这饭还怎么吃啊 行 我说 下午李婉天来了 他自己送 看了就知道 不是你不是想清楚了 要跟他离婚吗 他已经签过字了 你赶紧签了就去办数据 这 这是婉天亲自送过来的 对啊 这么大的事 他为什么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啊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这事情不明明摆在这儿呢吗 怎么了你 我知道 你跟我听 感情深 你也同情他 担心他 但是 我呀 我就像在活着的时候 看到你 你有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话 我就心满意足了 好 你爸说的就是对 这也是我想的 你爸说的就是对 这也是我想的 era 哎 哎 蜡儿 你 哎 你说 你说你常 lights Parent 啊 我 来 婉婷啊 别这么生分嘛 听着很别扭 我们今天晚上吃月菜怎么样 好 今天是你生日 一起吃顿饭吧 婉婷生日快乐 谢谢 来 我们赶快过来吃饭 换你了啊 再搭手 江浩 谢谢你 还记得我生日 也谢谢你为龙龙做的一切 我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几个经常在这附近吃饭 后来这家餐厅开业了 我们看着高昂的价格 每次经过都不敢进 我跟你说 等我赚钱了 我肯定请你来这儿 结果一晃就十年了 是啊 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有老三 还有兔子跟妮妮 我们几个啊 最爱去吃那家火锅了 那个时候老三 最喜欢跟你拼酒 然后每次喝就每次醉 我还记得到最后啊 就被我们几个女的给吓回去 在背后我们还偷偷笑她 抓吕战的拜你 那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我也是 到现在想起来特别开心 只可惜大家都没联络了 你去了美国 妮妮嫁到了日本 老三最后住在深圳 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可惜的 不会也是挺美好的回忆 我帮你吧 来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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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吃吧 卫婷啊 大楼还这么小 要不我找家伟谈谈吧 不用了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快吃吧 爸爸带爷爷奶奶出去看病 他没在家里住 大楼最懂事了 你长大以后 要好好照顾妈妈 对吗 妈妈每天都哭鼻子 大楼长大要保护妈妈 吃饭吧 对了 若妮什么时候回来 我都不知道 他好像进了什么全国石墙 我讲什么话他都不听 太人性了 我十年前也是这样的 得还点时间吧 希望吧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来取蛋糕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光临 欢迎下次光临 我送你们上去吧 不用了 今天够麻烦你了 我自己带他上去 谢谢 楼楼 楼楼 你看 他都睡了 别闯醒他 让我帮他上去吧 来 请 来 给你洗手洗脸就去睡吧 累了 外婆 外婆在这儿 外婆 妈 你早算回来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妈妈给你买个蛋糕 姐姐又有蛋糕吃了 你跟家伟过生日去了 是江浩 难得江浩还记着 比家伟强多了 妈妈 爸爸怎么不回来 和你一起过生日啊 爸爸在陪爷爷 爷爷不舒服 那爷爷什么时候好啊 还得一段时间呢 闻闻乖 龙龙 我们再吃一次蛋糕 看看是外婆的买的好吃呢 还是帅修手买的好吃 好 那我们给妈妈 一起唱生日歌 姐姐 先喜悦 妈 谢谢 好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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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去呢 找我 儿子 回来了 你在哪儿呢 哎 妈 坐 告诉我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她离婚 妈 我说话算话 不就是离婚吗 你不再急着这两天哪 还不急 大半夜都过去了 你还没个动静 你到底呀 你嘴上答应答应 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我自己的情感生活 我可以处理 我可以 我等不及 我六十了 妈 你说我 我为了生个孩子 我总不能随便就娶个人回家吧 婚姻大事 婚姻大事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说妈 咱总得对得起自己女儿是不是 不是 你再还我几点时间 好不好 你对得起自己 她对得起你不 她对得起你爹不 她对得起我不 你还替她说话 你怎么就不替我说话呢 行 没事 大不了 我也得一个跟你爸一样的病 老伴啊 你到黄泉路上终于有伴了 别说了 离婚协议书呢 我签 我签 签 签哪 签家语 我会尽快到民政局去把离婚手续 对 我把离婚证亲自交到你手里 你满意了吗 你满意了吗 我的日子怕是不多了 不能再让婉婷背着黑光 对 明天告诉家伟的妈 儿子自己有病生不了啊 婉婷也是卑鄙 没法才会出席下策 我要是这么说 她会相信 儿子受过 她的化验结果 前几年好了 也许以后越来越好 就能生了呢 她还是应该有个自己的玩儿啊 自尋让她知道 她这样喜欢儿子 如果 不不不 我不能让她做第二个离婚屁 她说 原来 读乱 初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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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个 龙龙怎么样 好不好 妈在家转过她 都还行 爸想了 已经扩散了 没有几天日子了 医生说 让他最好能够开心点 尽量满足他最后所有的愿望 希望爸在身上的日子 能够过得舒服些 家伟 会不会有什么需要 你得跟我说 对了 自从我妈 闹到签设会以后 我都不敢 不敢回你那儿了 我知道你妈 挺记恨我妈的 我怕我去 只会让你妈心里头更不舒服 算了 都过去了 也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妈的心情 你爸病成这样 他心里肯定很难受 而且妈总认为 爸的病是被我气出来的 虽然这么多年 他都不理解我 我不怪他 我不怪他 现在最主要的 是好好照顾你妈 在这个节骨眼 就别人好像再难受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走出替别人着想呢 我 我それily haft事 欸 我那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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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离婚 你要是嫁一个一来身手 饭来张口的懒汉 还天天把你当成 免费保姆实话 你能不礼貌 你还免费呢 你简直就是高价 做出来的饭 还没有保姆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 你出去找小情人了 呸 无中生有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们决定离婚对吗 对 对 离婚实在这儿呢 非礼不可 现在立刻马上 下一队 下一队 叶子过成这个样子 不吐不快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为了让彼此的生活更好 我们都考虑好了 办手续吧 就不后悔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后悔的料可以吃 就这么办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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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啊 擦擦手啊 吃点水果啊 我说老伯 你坐下来 我要跟你说说话 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那个龙龙在害的 你倒直说呀 跟他挤牙膏似的 我就想跟你说 你别再逼家伟了 他也很不容易 他是不容易 娶那么一个媳妇 他能很容易吗 那龙龙是江浩的儿子 可可这也不能 完全怪婉婷 我告诉你老伯 我也活不了多少了 有些话要我不告诉你 是没人会告诉你的 那你倒说呀 你听我 别说 陈姨 我来了 陈姨 你先来了 你先来了 你说你来就来吧 还带上花啊 这个花没有什么味道的 不会影响到田叔的 我呢就是要 让这个屋子里边 添一点生气 就我上次买的水果 还没吃完啊 他吃不下 老伯 我也要以为你去给我买两个点 吃点苹果和橘子就行了 要这个我又想吃梨 现在去买 那行了行了 我待会儿去打午饭 那顺便给你买个大梨 就现在去买 来 好 男的铁叔叔想吃点东西 那我现在去买 来 谢谢 等你留钱了 等你留钱了 行行我去我去我去 仔细你坐着等我 姨姨那马上就回来 好 等着 我想跟你说说话 白客官 好 阿少许伴了 不回过去的 啊 以后路还长着呢 没事 我给你做饭 你去歇着啊 嗯 好 子萱 家伟要和婉婷离婚 你知道吗 嗯 是家伟告诉你的 是啊 借今生子 其实大龙和家伟 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在您住院前 我就知道了 那你现在跟他走得那么近 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啊 叔叔 能看出来我喜欢家伟啊 我都是过来之人 能看不出来吗 其实 我跟你们走这么近 不光是为了家伟 我是真的喜欢您 也喜欢陈姨 我小的时候呢 就没有妈妈了 我爸爸经常忙于事业 我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家的那种温暖 但是自从认识了你们以后呢 我经常跟你们在一起 我真的是挺开心的 我第一次感觉到 那种家的温暖 关于家伟的问题呢 我也有想过 其实现在丁克家族可多了 他们都没有孩子 我根本就不在乎他能不能生育 也不在乎 他心里面到底有谁 我只是看着他那么累 我就想帮他 其实爱不是占有 是分担 爱一个人 就是希望他幸福 好孩子 说得好 可是 家伟到现在 心里还放不下婉婷 你就不担心我 我只是想对他好 对您好 对陈姨好 我不求任何回报 至于他跟李婉婷 那个我控制不了 也许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呢 顺其自然吧 反正我年轻啊 我可以等也等得起 我更愿意等 子萱 你说 我要不要在林思晨 告诉你这 我家伟不能生孩子的病 田叔 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期 陈姨她跟我说过 自从她来了这个地方以后 就没有遇见一件开心的事情 其实你看她表面上呢 好像很开朗 很无所谓的样子 但是她心里 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了 她只是怕您担心她 她现在呢 最大的希望 无非就是 田家有一个后代 有一个血脉 如果您现在跟她讲这个事情 告诉她家伟不能生日 那岂不是把她最后的希望 都给扑灭了吗 田叔您想想 人要是都没有笨头了 那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啊 说得有道理 我是没有多少日子了 两眼一变 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你承意 她还要活下去 如果两件事情碰在一起的话 她是会顶不住的 那就是等于要了她的命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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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累了累了累了 快看快看 儿子 爸 是今天去办的吗 哎呀真好 哎呀妈 这离婚证有什么好想办 哎哎呀儿子啊老板 咱们出去庆贺一下 吃一顿呢 啊 你还庆贺一下 今天又不是什么好日子 要去你们去 我不去 我在这儿送我爸爸 家伟 你看 最近家里边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陈怡她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 整天在医院里边照顾田叔 难得她想出去 你就别惹她不高兴了 啊 儿子啊 爸 这样也好 我赴您出去散散心 好尝你也没怎么好好吃过饭的 对吧老饭 哎呦你你真会点菜 你可比有个好吃 是吗 嗯 你喜欢吃啊就多吃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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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叔 来 您尝尝这个 这个好消化 我不想吃 家伟 嗯 吃菜 家伟啊 别喝那么多酒 喝酒伤胃 你多吃点菜 顶天地这个大男人 他从你爷们怕什么呀 过几天就好了没事 老爸 麻烦了 这个你能吃来 嗯 exemplo Okay, aqui 我们可以还有她心 很多人都 不過温一定 要 Beach 美味 barriers 我先见面了 婷婷 去吧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总 这个项目咱们两家 加强合作一定能成功 小孩 你坐下 小孩 咱们公司 想借用陆总的官司网 把新型吹风支推向市场 你是陆总介绍来的 对两家公司的业务 得比较了解 对市场也熟悉 这个项目就由你来跟进吧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成为两个公司之间 最好的合作桥梁 莫总 有段日子没见了 您还好吗 我挺好的 对了 王总急进给我表扬你了 说你工作能力很强 是可以信赖的下属 我的能力都是您一手培养的呀 对了 洛总 您晚上有时间一起吃饭吗 不了 我晚上还有事 电梯来了 我送您下去吧 五 再见 江浩不是说一会儿开车接你们吗 要不我们再等等 我不想老麻烦他 那样也好 我跟你们一起打车去 不用了 妈 你不是要去出版社吗 你一人带着他怎么行啊 可以的 你帮我看见他 我去叫路车 好 我听 不是说好一起带着大龙去幼儿康复中心吗 你为什么不等我呀 我看时间已经晚了 不好意思麻烦你 想自己拦车算了 别说了 来 上来吧 上来吧 上车叔叔 上来 上车叔叔 来 那你竟然什么待啊 你下次还是打我电话 我到来你再下来吧 谢谢你 上车叔叔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游泳场啊 很快 等费气好一点就去 好 晓鸥 你终于回来了 我要买个可乐菜了 你快帮我做饭吧 好呀 你想吃什么 面试 你那多做一点 我给田家伟他爸送去 你又送饭啊 那不如去饭店买直接送给他算了 那自己做的能跟花钱买的一样吗 那你可以自己做 我来教你 我就算了吧 还是你把我代劳的好 我跟你说 我这做的能跟你做的一样吗 再说了 你这样可是欺骗呢 这个可叫善意的谎言 子萱 我跟你说件事 我们公司 不是跟陆明公司 有个合作项目吗 我因为要对两边的业务熟悉 所以王总 就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了 真的呀 那这是好事啊 你答应了吗 那必须 当人不让 一定要抓住机会 辛苦了辛苦了 来吧来吧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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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包给我 好 怎么都黏住了呀 我抄了好多车呢 还闯了个红灯 怎么还是黏住了 哦 你是煮完了以后 没有凉开水过一遍对吧 是啊 这肯定不能吃了 这样陈姨 我呢 在这里说用饭 别别别别别 你好不容易亲自第一次给包饺子 哪能不吃呢 没事 这个真不能吃了 你放心吧 我以后呢 肯定会再加再利的 下次我就记住了 煮好了以后呢 用凉白开水把它先过一遍 对对对 嗯 你们等着 我去买新的啊 这孩子就是好 你爸老含腿饭了 最近又开始一瘸一瘸的 妈 你跟爸来我这里吧 这里 比北京暖和多了 洛妮还在塞亚吗 对啊 还在比赛呢 本来我想去塞亚找她的 遇到一些事情 我就没有去 哎呀 她呀 玩心太重了 我想 还得再过几年 才能成熟起来 她年龄小 你要多让着她 哦 还有 以后啊 抛头露面的事少做 咱也不只和她养家 是吧 她那形象 怪她看呢 好啊 我回头跟她说 说我妈要养她 叫她别穿着比基尼 光着身子给别人看 这样说的行吗 臭儿子 这话说的 啊 行了 行了 我提早水都放好了 不跟你多说了啊 等会儿啊 我跟你爸商量一下 看她愿不愿意到你那儿去 嗯 我知道 拜拜 我 要的不是冠军 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你 为了我 照顾好自己 不要劳累 不要喝酒 好 好 好 看看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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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